接著我們來深入的比較一下這四款螢幕到底哪 接著我們來比較一下這四款螢幕到底差別在哪裡 還有一些我的使用心得還有我深入使用研究之後才發現的一些問題跟缺點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我們先從外觀開始 接著我們來分享這四款螢幕他們各種不同的優缺點 還有我深入的使用才發現它的奇怪的優缺點 接著我們來分享這四款螢幕他們各種不同的優缺點 還有他們 接著我們來分享一下這四款螢幕的優缺點 還有比較一下他們這四款螢幕 接著我們來分享這四款螢幕的優缺點 還有這四款螢幕到底差別在哪裡 那我們先從外觀開始 接著我們來分享這四款螢幕的優缺點 還有這四款螢幕到底差別在哪裡 接著我們來分享這四款螢幕的優缺點 還有我們 接著我們來分享這四款螢幕的優缺點 還有我們分享一下這四款螢幕到底差別在哪裡 接著我們來分享這四款螢幕的優缺點 還有我們分享這四款螢幕到底差別在哪裡 那我們先從外觀開始 接著我們來分享這四款螢幕的優缺點 還有我們 接著我們來分享這四款螢幕的優缺點 還有分享這四款螢幕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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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從外觀開始 我們先從外觀開始 所以如果你要裝怪手或者是什麼 所以如果你要裝怪手或是雲台的話 這個Fearworld跟神牛 他們上下跟零 所以如果你要裝什麼怪手或支架 這個神牛 所以如果你要裝什麼怪手或是雲台支架之類的 那你安裝的孔位 神牛跟Fearworld都有三個孔位 而且這兩款都是有這種 Ari的那種安全定位插銷的孔位 分別是 所以如果你要裝 那用螢幕你 用螢幕如果你要用 所以如果你要裝 如果你要裝怪手或是雲台之類的 那你安裝的孔位 所以神牛跟Fearworld都有三個孔位 分別是上下跟側邊有一個 那這兩款也剛好都有 Ari的定位孔位 就是如果你有那個定位的 各種配件的話 你這些都不會隨意的旋轉 我的肥呀 好 那螢幕如果你要裝 怪手或是雲台 支架之類的 那神牛跟Fearworld都有三個孔位 分別是上下跟側邊 各有一個孔位 而且這兩款剛好都有這種 Ari的定位插銷 就是旁邊有兩個定位插銷 讓你如果有支援的配件 你就不會讓螢幕這樣子扭來扭去 那DeskView 那DeskView 那DeskView這兩款 那DeskView這兩款 它的定位 那DeskView這兩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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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孔位只有下面 那DeskView這兩款呢 它的孔位就只有下方跟側邊各一個 而且也沒有那個Ari的定位孔 就是那個 那DeskView這兩款呢 都只有兩個孔位 分別是下方跟側邊 那DeskView這兩款 那DeskView這兩款呢 那DeskView這兩款呢 分別 那DeskView這兩款 就只有兩個孔位 那DeskView這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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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兩個孔位 分別是下方跟側邊各一個 而且也都沒有Ari的定位孔 那DeskView這兩款 好!我們講一下外 那繼續外觀的部分 我們那個Fu World跟神牛 螢幕是完全平平的 然後我們繼續外觀的部分 那我們Fu World跟神牛 兩個螢幕是完全平平的 跟冰框是平平的 看起來外觀 Fearworld 跟神牛 Fearworld 跟神牛的部分 它的螢幕面板是直接 Fearworld 跟神牛 它的面 Fearworld 跟 Fearworld 跟 Fearworld 跟神牛的部分 它的螢幕是完全平的 就看起來還蠻讚的啦 Fearworld 跟神牛兩款的螢幕 都是這樣平平的 就是跟冰框完全是同一個高度的 Desk View 這兩款 就是 Desk View 這兩款 Desk View 這兩款 就是 Desk View 這兩款 都可以算是內凹的螢幕 就是它的冰框 它都比螢幕還要高 所以螢幕是內凹進去的 所以如果你把它 就是螢幕朝下之類的 放置 你比較不會傷到 或刮到螢幕 就 Desk View Desk View 這兩款 它的螢幕都是內凹進去的 Desk View 這兩款螢幕都是 Desk View 這兩款都是 螢幕內凹 Desk View 這兩款 它的螢幕都是內凹的 就是它的冰框比螢幕還要高 所以如果你面朝下放置的話 你也不太會刮傷 或是損傷到螢幕 那比較特別是這個P5這一款 它的旁邊這個 凸起來是那個遮光照魔鬼氈的部分 這個是沒有辦法拆卸的 所以它就是 凸出來 然後魔鬼氈永遠都在上面 所以如果有什麼毛屑啊 灰塵之類的 就會卡到這個魔鬼氈上面 這沒有辦法拆卸 那這四款螢幕 那這四款螢幕 這四款 這四款螢幕背後都有這個NPF 這四款螢幕 這四款螢幕都可以吃NPF電池 這四款螢幕 這四款螢幕全部都是NPF電池的背板 這四款螢幕後面都是NPF電池的背板 這四款螢幕後面都是NPF電池的背板 而且都有這種安全的NPF 而且都有這種安全的NPF釋放 這四款螢幕背後都是有NPF電池背板 所以 這四款螢幕後面都是 這四款螢幕背後都是 這四款螢幕背後都是NPF電池背板 而且都有這種安全的NPF釋放鎖 就是你在晃動的時候不會電池忽然就飛出來 就是你要按下這個釋放鎖 你才有辦法把NPF電池拿出來 那比較特別 比較特別的是 比較特別的是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Fuel World 比較特別的是Fuel World跟這個R5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Fuel World跟這個R5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Fuel World跟這個Desk View R5 它都有另外一個NPF 比較特別的是這個Fuel World跟這個Desk View R5 的部分 它們有這個LPE6的電池背板 你也可以直接插LPE6小電池在上面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NPF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Fuel World跟這個Desk View R5 它還有另外的NPF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Fuel World跟這個Desk View R5 它還有另外的LPE6電池背板 就是如果你有NPF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Fuel World跟這個Desk View R5 它還有另外的LPE6電池背板 所以如果你要用LPE6小電池也是可以使用 那Fuel World還有在另外增加另外一個更酷炫的 就是我們有Type-C USB Type-C的供電輸入 這還蠻酷的 呵呵 那比較特別的是這個Fuel World跟Desk View R5 這個部分 它還有另外的LPE6背板 就是你可以用Canon的LPE6小電池來使用供電 那Fuel World還有另外一個特色 就是它還有一個Type-C供電 就直接行動電源就可以供電你的螢幕 那如果你要裝 所以這幾台螢幕 所以這幾台螢幕都可以裝你的 這幾台螢幕都可以裝你自己的LUT 那這幾台螢幕都可以裝你自己的LOOKUP Table 那這幾台螢幕都可以裝你自己的LOOKUP Table 但是我們的輸入的方式就不太一樣 像是我們的Fuel World跟神牛都是裝SD卡 就你可以永遠都插在螢幕裡一張SD卡 那另外的Desk View 它們都是用USB來裝你的韌體更新 或者是LUT在裡面 就是你要插一個USB才可以使用 就各有有缺點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特色就是Desk View 這兩個USB可以供電 供 我不知道你要供什麼 你想要供什麼都可以 你可以用這個USB 邊使用螢幕邊供電 就另外一個小小特色 然後四款螢幕都同時有DC-INDC-OUT 還有一個耳機監聽孔 然後四款螢幕全部都有DC-INDC-OUT跟耳機監聽孔 就這樣外觀的部分 然後四款螢幕全部都有DC-INDC-OUT跟耳機監聽孔 就這樣外觀的部分